迈入第七年的中部最大规模动漫季 在今天登场 也吸引两万名动漫迷到场排队朝圣 也要抢买超值的福袋 今年展场特别规划出16个动漫主题造景 那么其中还有首度在台中展出的超人气动漫 间谍加加酒里头的安妮雅跟彭德 两座三米高的巨型企偶 让不少动漫迷未知疯狂 号圈中部最大动漫展 2024反转动漫季 首日开幕排队人潮没停过 吸引两万名动漫迷抢买福袋 超人气动漫贵面之刃 加上相关周边产品 粉丝塞满购物栏 就怕完了一步会被抢光光 迈入第七年的动漫季 6月28号登场 一路到7月15号 展场很用心 今年特别推出16个动漫场景 还有首度在台中登场的 间谍加加酒 东京复仇者 黑直视等多部作品的相关拍照场景 也都让动漫迷身临其境 忍不住拿手机狂拍 尤其是超人气动漫 葬送的福利脸最受欢迎 不少COSER都打扮成 动漫里的角色 它有很多福利脸的周边 还有场景 所以我会想来参加 今年的展区好像变得更多了 然后背景的部分也变得比较丰富 对 然后像这一次 还有两个大充气王 对 我觉得很值得来一看 去年就已经超过10万多人进场 那今年也希望它能够突破 那目标是迈向11万人 接下来主要放暑假 肯定会有不少学生涌入 人潮等于前潮 预估今年动漫展将突破 千万营业额 记者综合报道